大家好,小米欢迎大家访问频道百米清水 亲爱的观众,收听今天的分享 1988年出生的鼠龙人2023年运势如何 无论身在何处 一个人的胸怀总会有更大的目标和更大的舞台 总会愿意为自己想要的去奋斗 前面的路对每个人来说看起来都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付出努力 你可以保证它会通向有价值的地方 1988年出生的鼠龙人2023年运势如何 整体运势1988年出生的鼠龙人 在2023年整体运势会有明显的变化 所以这段时间要更加谨慎和低调 如果您想避免对您的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请避免与其他人争论 尤其是避免与您的上级发生矛盾 1988年出生的鼠龙人可能会出现财运不佳的情况 加上生活开支也会上涨 所以这笔钱是保不住的 这是因为生活开支会增加 一定数额的金钱 心理上会有与第三者的互动 因此我们必须更加注意日常生活中的联系 以防止婚姻破裂 不要让自己被琐碎的问题所困扰 财运运是1988年出生的人 2023年的财富大致处于平均水平 非常适合选择节俭生活的人 不要快速频繁地花钱 训练自己尽可能抵制购物的需要 您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有关朋友 寄给您的钱的信息 并且您不应该让丰厚的回报影响您的判断 如果你在工作上付出了很多努力 你就得不到应得的薪水 事实上 您甚至可能会从薪水中扣款 或被要求支付罚款 但是 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脚下 感情运势 出生在龙宫的人 将在2023年经历积极的情感成果 但他们也会在同一年面临许多挑战 一个人的本性一旦确立 就不容易改变 尽管众所周知 龙的性情具有挑战性 大多数人都是敏感和负责任的 但是 谁也不能绝对保证 有些人会受不了 到了那个时候 他们会根据自己当时的感受 来做决定 这一刻 下层的龙族 必须赶紧出手 否则必遭天谴 感谢观众所周知